陪伴了不少人青春的综艺快乐大本营没有等来升级 最终还是停播了 这档24小时的常规综艺也正是落下了帷幕 没有任何的告别 节目官微的最后一条微博定格在今年10月6号 取代快乐大本营的是全新综艺 你好星期六 在主持阵容上 快乐家族只剩下了何炯一人继续主持 谢娜 杜海涛 吴欣 李维嘉不知道如何安排 在你好星期六官方正式官权后 作为主持人的何炯并没有任何的动作 快乐家族的成员也是沉默 或许是舍不的 对于观众来说 快乐大本营就是青春回忆 如此的不告而别 多少让人觉得很是伤感 但也有人觉得快乐大本营的离开是必然 事实上快乐大本营的停泊早有预兆 此前何炯就在乌镇西剧节上 被拍到趴在周迅肩膀上崩溃痛哭 当时很多人都不清楚原因 有说是压力大 也有说是黑料 但更多人猜测可能是快本停泊 前世今生 快乐大本营首期节目可以追溯到 1997年7月11日 当时的主持人是李湘雨李冰 在1998年何炯加入了快乐大本营 李湘何炯这对经典搭档 也开始被众人所熟悉 之后李维加加入 两人搭档升级为三人组合 在三人组合主持期间 可是引来了不少现代知名的艺人 22岁的陈坤 20岁的张子仪 还有青色鲜嫩的武警 贾静文 潘岳明 周杰伦等等 当时房间流传着一句话 如果想火就上快本 在此期间 谢娜也曾短暂主持过 但一个人能力问题 遭到了不少观众吐槽而退出 在2004年 李湘退出 节目的收视率开始出现下滑 何久又想到了谢娜 可惜谢娜当时主持能力依旧不过管 被观众各种嫌弃 甚至出现了 李湘走了之后 换成疯婆子 我不看节目了的言论 后来 节目组借着超女选秀的东风 举办了一场名叫闪亮新主播的主持人选秀活动 杜海涛和吴欣突出重围 成功加盟快本 至此 我们熟悉的快本五人主持群正式成立 当时快乐大本营 可是开创了不少综艺先河 所设立的游戏环节很是新颖 更是会邀请不少明星与观众见面 进行游戏 将全民娱乐落到实处 港台的当红明星 也是成为了快乐大本营上的常客 周杰伦 张韶涵 陈小春 吴克群 钟翰良 郭克英 陈伟廷等都来过 在寒流盛行时 快乐大本营开始邀请韩国男团登台 最火的亚洲偶像男团Super Junior 2007年 韩庚和崔史元来到快本结尾时 崔史元在节目组的安排下 进行了真情告白 引得韩庚感动流泪 贝克汉姆第一次全球亮相综艺节目 是在快本进行的 那时候的快本 是当之无愧的国内第一综艺 即便是在2011年 广电总局颁发献余令的情况下 依然受到各方追捧 国内收视份额一度达到9.6% 自2014年开始 国内综艺主力放在了真人秀上 快乐大本营也开始陷入走下坡路 比起固有节目形式 观众更愿意去看真人秀 节目组也进行了调整 但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 以至于后期 节目组便开始邀请一些 当红的流量明星艺人 网上很多粉丝都在调侃 以前的快本是请谁谁红 现在的快本是谁红请谁 不仅如此 快乐大本营更是被爆出手里事件 虽然当时何炯也出来道歉 解释了 但这件事给了湖南卫视不小的压力 事件持续发酵后 网友发现杜海涛删除了二手平台上销售的200多件物品 吴欣作为老卖家 也及时删除了记录 再后来 加上谢奈怀孕暂退 由各种新人替补 快乐大本营也早已失去了原本的味道 而其他几位主持人 也是各有各的问题 杜海涛当年给全志龙下跪一事 至今还常被他人提起 李维嘉也陷入了纠纷 他因代言翻车导致加盟商被骗 人们穿着一牛李维嘉施得一人的衣服 跑到湖南台维权 大喊 李维嘉 你骗我血汗钱 你良心何在 对于自家的粉丝 快本也并不友好 门票说是免费送给各大高校学生当福利 可实际大部分门票都在黄牛手中 继而在高价卖给粉丝 还曾被人扒出来 节目组高价卖下午茶给粉丝 让粉丝已多出市场价几千块的价格买了 然后再送给工作人员吃 所谓快乐脸盆计划公益计划 也是明码标价 全是粉丝掏钱买单 节目组一分钱都没出 对待嘉宾 节目组也是区别对待 当年寒流爆红时 节目组请来了朴友天 而一同上节目的李一峰 陈伟霆 马天宇却沦为了背景桥 主持人全然不管后面的三人 全都围在朴友天身边转 节目播出后 惹来观众的一片骂声 等到后来三人火了 情况就不一样了 正是在各种争议中 湖南卫视在10月9日做出决定 快乐大本营升级改版 但结果却是停播 可以说快乐大本营 走到停播这一步 真怪不得别人 请来自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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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